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非常狗血剧的一些事情 有关韩星PakSung吸血鬼家人的事件 大家应该很了解了 而今天PakSung出席检方对职结问的时候 被父亲殴打紧急移送到医院了 今天9月4号10点 PakSung在十尔检察厅 与因为挪用公款被激留的亲哥哥将进行对职结问 而PakSung的父亲与嫂子也以参考人的身份出席了 根据媒体报道 在对职结问过程中 PakSung的父亲突然殴打了PakSung 还威胁说会用凶器弄死你 当时PakSung哭着说 我这一辈子照顾了爸爸跟家人们 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好 因为呼吸困难而昏倒 被19救护车紧急送到医院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父亲之前还拿着斧头去找过PakSung 家人怎么能都对PakSung一个人这样呢 太恶劣了 真的很像是恶魔 根本就不当成是儿子弟弟 只是当成邀请书 到现在都没有一次的牵引 只是把PakSung当成 抢了自己钱财的小托尔愤怒 太过分了 不是儿子是当成奴隶了吧 真的要做一次亲子鉴定了 比起身体受伤 心灵受伤的部分要怎么办呢 PakSung应该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吧 一定要坚强 也希望能知道 所有人都是站在PakSung这一边的 下个消息是 好莱坞演员莱恩·雷诺兹 以男团StateKids的粉丝非常出名 而昨天9月4号 是StateKids成员PakSung的生日 莱恩·雷诺兹为了庆祝PakSung的生日 透过自己公司的官方推特账号发文 正在庆祝一个重要的生日 还hashtagHappyPakSung Day 并上传了一个影片 这影片是将莱恩·雷诺兹出演的电影 Free Guide与榜牆跳舞的影片剪辑在一起的 然后大家发现到了吗 这里写的BURSDAY State是StateKids的粉丝名 WOW 不是BURSDAY而是BURSDAY 将粉丝名都写进去了 太神奇了 咳咳咳咳 影片好好笑 这程度的话是StateKids的真粉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被麻雀选中的娜娜伊豆 订阅 сам选择 KidsSef Met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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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dy cup 好奇 哇 大发 可可可 真的太神奇了 可可 超神奇 呼吸的语气也好可爱 麻雀也好可爱 老虎头上的麻雀 上次月戴春日 ちょ来 戈类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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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红棺设看 哎呀 不要 じゃあ 且慢瞳子 快 分离 好的 今天的